随着景气逐步回温台股叙手万点 15家金控业上半年获利陆续出炉 15家金控上半年大赚1352.77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59.83亿元 年成长达13.4% 每年7月10号都是金控业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的日子 国际经济情势好转加上利率出现走洋讯号 金融业扬眉吐气的时刻或许就要到来 上半年国内15家金控业者整体获利达到1352亿元 年成长13% 上半年获利王是国泰金控 总计赚上264.70亿元 EPS2.09 相较去年同期成长84.58% 外汇操作得以下 下半年也渴望摆脱汇兑风险 我们银行就是去年我也提到说 受到TRF的这个影响比较大 因为过去北富云的这个 比较集中在法金的发展 我们当然以后也希望说 发展不同的商品 分散这个业务的这个项目 不过过去一向稳作获利宝座的富邦金控 上半年税后存益只有187亿元 较去年同期衰退21.1% EPS则为1.83元 主因就是富邦金六月任列 未分配盈余税款18.3亿元 还有金基姆富邦人寿上半年获利衰退 让获利表现不如以往 不过整体而言15家金控业者 较出亮眼成绩 总体来讲就是说 我们对今年开发金控整体的 获利展望还是比较乐观 另一只大黑马则是转型的开发金控 获利年成长幅度达到87% EPS0.24元 开发金上周公布重大讯息 宣布将以308亿元公开收购 中国人寿25.33%股权 这者获利好转 闲置资金充足下 扩大并购脚步 可以确定的是金控业 下半年的竞争将会更加精彩 新打击是沈文童台湾台北报道